我不想... 吸到鐵鏈 好 中油剛好有心順的活動 但只要12號幣 因為影片太晚 銀行卡的回饋跟百貨的回饋 我覺得是蠻划算的 在說我的東西的時候 我覺得那其實好像 只用這樣子的道具是更方便的 然後就是它很多筆觸 我覺得這個還不錯 我就... 哈囉大家好 我是女神秀才 會叫我三安五也可以 那今天就是要來開箱 那要開什麼呢? 這個東西是我下定決心 然後有點鼓起勇氣滿的 因為很怕買的就放在那邊 但我覺得 以我的個性 我就是會思考很久 然後決定要不要來買它 然後也在網路上看了很多 拍箱影片 然後評價它的 覺得 這好像必須是我該買的 本身的工作就是 比較以繪圖為準 所以常常需要用繪圖板 在電腦上工作 但我覺得這個東西 是可以讓我很便利的 那加上有時候 你電腦沒辦法 時時刻刻的待在身邊 那加上我就覺得 還要再買一台筆電 我覺得又不是那麼輕巧 好的 那我就是去中油買了 iPad mini 6 跟它的殼 然後在Yahoo買 就是不是原廠的 也是網路上滿多插畫家 覺得它非常好用 而且它的筆頭是可以換原廠的 所以不用擔心 它有才有問題 那今天我們就來開箱囉 那先從我這個開始看 為什麼會去中油買呢 第一個是離我家很近 然後為什麼會想在白貨買的原因 是因為現在中油剛好有新村的活動 那直到12號 對這影片太晚了 因為我在等別的東西啦 就有一些 呃 銀行卡的回饋 跟白貨的回饋 我覺得 所以滿划算的 這樣子 然後加上因為 它買的是 現貨 所以我就覺得以我這種 很擊破的個性來講 我就是因為我要現貨 我還在那邊等你 好的 那我們現在就來開箱看看囉 那今天的影片就不會介紹說 它有多好用什麼的 因為我覺得 真的之後再拍 很多開箱的人說 欸你看這樣一樣 這有蜂蜜 我真的是第一次買 我也不知道這有蜂蜜 對 這樣打開 然後這 沒什麼好介紹蘋果的包裝就這樣 然後打開來 為什麼之所以會選這個尺寸 我就覺得 欸 因為很多人會說 那你為什麼不買iPad就好了 或是iPad Pro這樣子 然後我就覺得 我就沒有要那麼大的台 然後個人就是 我覺得這種輕巧就是 讓你好用啊 你那麼大很 就是 你就是買一台筆電就好了 所以我就覺得 嗯這大小適中是 我覺得OK的 好像打開來就是長這樣子 然後這個就是 主機本人 那這邊會有 說明書 對 然後下面就是這個 然後在下面就沒有東西了齁 不要再被那個 TikTok上面的影片片了 就是一個充電線 跟一個這個快充桶 然後這個通常就是一些貼紙在裡面 就不給大家看了 就沒什麼意思 好的 然後買的是紫色的 就是 很讚 跟我的手機配成對 然後它紫色就是 是很像給你的紫色 就有一些 金屬光澤這樣子 然後 這邊是有按鍵啊 揚聲孔 放在上面 然後這個是大小聲 然後鏡頭 好 那我們現在來開 這個 它的殼 然後這個殼 我也是 就是看了很多很多 就是評比說 Mini的殼要用怎樣子的 然後我覺得綜合以上的 呃 我想要的方式就是要折嘛 要立嘛 就是要各種角度都有的 然後 呃 剛好這個殼的感覺 也是我覺得比較喜歡的 所以我就選了它 然後它外殼打開就是這樣子 磁吸絲的 然後這個是做一個 防潑水的 那個感覺 然後這邊就是 對 會讓你放進去 然後重點是 欸 放不去 就是它這邊有一個 放筆的槽 這樣子 我覺得這個就是 我為什麼會買這個殼的原因 投入相片 吸到鐵煉 好 但我本來本來想說 它這邊後面是透明的 我本來在網上有看到一個 可是就是太新潔了 沒關係 所以就先買這個試用看看 那我們就先把iPad裝上去看看囉 然後它這邊的殼是做挺的 可是是軟的 所以其實蠻好裝的 現在有看到我嘴巴在臭的東西 蠻好裝的 然後就是蠻晚的 這樣子 然後筆等一下再開給大家看 對 就這樣子 然後 然後 它的折法 就是 可以三折 三折 就是可以這樣子 然後 可以這樣子打字 然後可以像直立的 這樣子 或者這樣子 比較高的都可以 對 所以就是這個 就是有看到網路上 就是介紹 就是要買這種彎的 就比較好 比較多角度 這樣子 所以 我就選了這個 然後加上就是 蠻低調的 雖然說就是看起來 就是很共產式的樣子 但是 唉 至少它這邊還是有露出一些紫色 我覺得OK啦 對 好的 那我們現在就來開觸控筆囉 對 然後呢 因為我也是很心急的人 所以我就沒有在這個 筆的官網上買 那就是去買雅虎的 那雅虎也是我後筆三家 然後剛好 就是 雅虎不知道怎樣 就是它所有的折扣筆 就是官網上的郵費更多 因為官網上好像有一些折扣嘛 然後我想說 C9的差不多可以折 那雅虎其實就是 免家運費耶 我覺得就是 很棒 所以我就選了雅虎 而且它是 輸出貨 所以我其實大概 等了一天就收到 但是在24小時內 好 那打開來就是 它的盒子 跟它送的筆套 那 因為我買那樣的殼子 所以基本上我不會用的筆套 好 我們現在來把它打開囉 啊 盒子更換 咦 它是 它應該是有一個開口吧 不算了 然後我買的是白色的 然後它的方法就是 割開這樣就可以拉出來了 這樣子 非常的棒 然後有說明書 裡面就是長這樣 有一條PACC的充電線 然後有個筆頭 筆本身 然後這個筆按後面這邊 它說 三秒就可以開機了 所以它這邊已經能燈了 就是它是用感應的方式 然後握的方 然後 因為我之前有拿過其他觸控筆啊 然後這個筆到 大小就是蠻適中的 那我們現在就來 蘋果開機看看囉 好的 好的 然後我就下來這個軟體 然後 撕畫看看 那這個好像蠻多筆觸的耶 我覺得好像蠻不錯的 那我覺得比 使用起來蠻滑順的 但 我也不知道其他牌會不會很卡 可是我覺得這樣還蠻喜歡的 就之後試用一個月再給大家看看 就是到底 欸 我到底有沒有很好用這一盤iPad mini 但我覺得 我做了很多功課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我之後 比如說拿來做一個 隨手筆記啊 或是 比較很輕巧可以做事的事情 因為你那裡知道手機就比較小嘛 比如說你想要開會 然後用那個手機記錄的話 基本上是真的不方便 然後 我覺得 手繪板當然是 在創作上是很好使用的東西 可是 就是 如果你想要畫畫 更直覺的 畫出你覺得 很快速的東西的手 我覺得那 其實好像 使用這樣子的道具 是一個 方便的 然後就是 它很多筆觸 我覺得這個還不錯 因為 馬上花錢買它去 因為它是盤盤盤盤 所以就覺得 應該之後在 使用上會 蠻好操作的 我一個月之後 應該會是還有一個影片 如果真的不好用的話 我就會跟大家講說 欸真的不要買 不要買了 然後就買了iPad 但是我覺得 以上 今天開箱的 東西 跟這樣子 的感覺 我覺得是 有做功課是不錯的 對 所以就 希望大家就是 衡量自己囉 然後 等一個月之後 我拍影片 看看CM的結果 再跟大家說 那就下次見啦 掰掰 好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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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 玩